星座书上呢 说我下个礼拜运气会很好 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优点 就是总能够把好运气给别人 所以我相信你下个礼拜 运气一定会非常好 说实话 我自己开公司 你来也就算了 你还把方言也带过来了 所以我不混出些什么来 真对不起你们俩 能不能说话别那么恶心啊 我看好你 你看准的事情一定不会错 一帆哥 一带那边已经联系完了 我现在就去 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 好 小心点 来 这个放这儿 好好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花定了吗 定了 花一定要很新鲜啊 走 你干嘛 都给他打了 快 快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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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了 怎么了 我马上回来 一帆哥 你总算回来了 有没有人受伤 没有 但是明天肯定开不了盘 我找人算了黄到吉日 这钱白花了 你刚才去银行的路上 我们正在这忙最后的准备工作 结果就闯进来一批人 打完东西他们就跑 都没有看清 那明天开盘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今天晚上肯定得住这儿了 推迟三天 推迟三天 问一这三天这些银又来了怎么办 呸呸呸 他们一定会被逮捕的 记者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恒泰家园的售楼中心 今天下午 几名手持棍棒的不法分子 来到现场 进行恶意打杂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该案 进行调查 这么晚还没睡啊 看新闻呢 今天发生什么大事了 忙了一天我都没顾着看 你跟我说说呗 有啊 今天新闻上说 任一凡的售楼处 遭到了打杂事件 是你干的吧 你觉得是我干的 我堂堂一个上市公司大董事长 至于干这种事儿吗 那不是就算了呗 到现在你还放不上他 对不对 如果我要说这事儿是我干的 你会怎么样 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你能不能别老挑战我的极限 我在你面前 已经够克制自己的脾气了 怎么 你就想暴露你的本性了吗 我告诉你 任一凡那小子 要放在以前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了 他还能踏踏实实在这儿 看这个小胡思 我告诉过你 不许伤害任一凡 这回是人家找上我 不是我找上他 你们工作上的事情 怎么斗都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说过不许伤害他 如果你威胁到他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 去对付你 那我非要怎么干的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你 但是 如果你再动他一下 我就会消失 消失到一个 你再也找不到我的地方 也可能是死 你 你为那小子 用你的命来威胁我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是认真的 我有办法消失 你信吗 好好好 好 你赢了 我答应你 不用暴力手段对付他 行吗 我不用暴力手段对付任一凡 但是 并不代表我会放过他 并不代表我会放过他 就你了 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 你带大家去吃点好的 犒劳一下 来了啊 我这还有点事 先不跟你说了 你怎么来了 进来吧 你 对不起 好多端端端说什么对不起啊 是不是你有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了 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 我发现我没有什么 可以回报你的 我不需要你的回报 那天跟你说的那些话 我不希望对你造成困扰 我就是觉得 我应该把自己的感情说出来 但是 我 先吃东西吧 不是啊 冰红 我觉得 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 明天开盘是大日子 把东西赶紧吃掉 然后早早休息知道吗 我不打扰你了 其实 冰红 就算不是现在 有些话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清楚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是喜欢 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 但我喜欢的人是叶琳 你 我等你啊 我也在等她 我有一种预感 我可以跟她重新开始 有可能需要一年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但我会一直等下去 所以我觉得 因你那么好的条件 完全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像我这种人的身上 不值得 对不起 我不需要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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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玲 你在森林里面 迷路的那个晚上 我找你找到筋疲力尽 差一点点 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后来 我抬头 就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月亮 我对自己说 不能放弃 只要还有一点点力气在 我就必须把你从这个山上找出来 因为 这么好看的月亮 我一定要带你去看 任一帆 有点像做梦 今晚的月亮 跟我那天掉下山坡的月亮 真的很像 披着一层木 连脚下踩的云的形状都一样 我真想回到那个晚上 那个 差点被这个世界遗弃的晚上 我其实一点也不怕 因为我知道 我那个时候 还有我爸爸在 他担心我 他一定急得满世界在找我 而且 我还有你 山 那么大 那么空 那么冷 可月亮 真的很亮 我知道 我再多坚持一秒 再一秒 你就能够找到我 可任一帆 即便我现在 能好好地脚踏实地地活着 无灾无难 无病无痛 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没有 叶琳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 不管是对你 还是对我 都是一种煎熬 可是又必须得熬过去 我没有别的奢望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无所有 你还有我 我现在虽然不能立刻把你 从这场风浪里面救出来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为你 明天 就是恒泰家园开盘的日子了 我知道 你跟我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任何事情和消息 对我 也不应该再有任何影响 不如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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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 在心里 替你紧张 睡不掉 虽然你的奋斗 早就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 你曾经 谁的梦里 流失的曾经 一离 我现在非常紧张 就好像上学考试的时候 以前 做事情 可以没有任何负担 不管不顾 可现在不一样 我走的每一步 都要为你负责 你大概不会再相信我 可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有些东西 如果不和人分享 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如果我的奋斗 只是为了自己 那也是毫无意义的 就像对着同一个月亮 和别人一起看 就觉得不过如此 可如果心里面想着一个人 就会觉得月光皎洁 心中波涛汹涌 即使不是跟他在一起 也觉得仿佛 他就在我的身边 和我一起 看月亮 看月亮 这边请 这边请 各位现场来参加我们恒泰家园 开盘庆典的顾客们 今天我们在现场即将兑现之前 在广告当中的承诺 前20位成功的摇道号 并且购房成功的顾客 就可以获得五万元的现金返赠 并且 现场包包 现场 太好了 放在各位面前的 是世纪畅响 今年两个季度的业务报表 今天董事会的主要议题是让商议 是否要关闭世纪成效 大家有什么意见 对了 给大家念一下您的调查报告 经过我们全方位的调查 世纪畅想过去几个月 业务量大幅度下降 客户资源大量流失 亏损得这么严重 已经成为一个负担了 既没有业务也没有资源 基本上也等于是空壳 大家一致认为 关了是对的 对了 还有一个董事说 我们是做生意的 不是做慈善的 当然 这有点情绪化 我就没有记录在案 大家都听到了吧 叶董 你有什么意见吗 世纪畅想到今天这个地步 为什么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台面上的事情好说 台底下的事情 太复杂了 说也说不清楚 如果季董事长要问我的意见 我不同意 好 既然有人不同意 那么我们就做个表决 反对关闭设计畅想的董事 请去手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叶董 叶董 花了那么多钱买这个位置 你不想多坐会儿吗 季旭刚 你这是在操纵董事会 怎么叫操纵呢 你看到了 这是大家的意见 这样的董事会 还有什么可开的 我是叶梁小姐 您花了这么多钱买股份 占这个位置 就是为了要证明 我在操动董事会吗 这是商场 是弱肉强食 适责生存的地方 不是小孩子给我家家 我们进去开会 叶小姐 叶小姐 你不能进去 我有话跟你说 季董 叶小姐非要见您 我没拦住啊 没关系 出去吧 现在你回顾外来了 来 既然来了 你就尝一尝 他们给我送的新茶 刚到的 非常好 来 你花那么大钱买的位置 是不是还没做够啊 要不要我再开个董事会 让你再坐会儿 你真的要关闭世纪畅想吗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你刚才已经看见了 那你把世纪畅想卖给我吧 我说月灵啊 你真是不会做生意 连我都替你着急 刚才开会的时候 你没听报告吗 世纪畅想卖这就是个空壳子 你要他干嘛 既然你不想要了 你就顾个家 我买 你真是想买啊 好 我也看看一把 我送给你 多少钱我出 真的 我送给你 私人的 别说我不怜香惜玉啊 其实啊 我特别希望看到 你能在世纪畅小那儿 打造出一个新的天体 让这个公司起死回生 好 既然你要送 那我也不客气了 麻烦你让律师 其他文件吧 放心 这事我都安排好了 来 拿着 果然不错 回味甘甜 大家停一下 关于公司的情况 我有几句话想说 大家也知道 继续刚要把世纪畅想给关闭了 我不同意 所以现在呢 世纪畅想跟创世纪 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从今天开始 一切都由我亲自来打理 也希望从今以后 大家跟我一起创造 更好的成绩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叶总 不是我们不仗义啊 我们已经决定 集体辞职了 为什么 叶总 我跟您说句不中听的吧 这继续刚 他之所以肯把这个公司交给您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 无论是业务还是客户 所有的资源 都已经被他挖空了呀 世纪畅想 曾经是最好的公司之一 那是因为背后有一个 强大的创世纪集团 可是自从继续刚收购了创世纪 世纪畅想就变成了一个 舅舅不亲老了不爱的公司 我们在这儿看不到前途 叶总 其实 我们也很矛盾 好吧 人各有志 那我也不勉强你们了 那你们辞职之后打算去哪儿 我们打算去非凡公司 听说任一凡那边 现在发展得还不错 而且正缺人手呢 他已经邀请过我们了 这不大家正商量着 一块过去呢 叶总 你也别在这儿耗下去了 是啊 叶总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的好意 去 你好 我是那个创业部创业策划部的人一凡 请多观照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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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果狐心不顿饭啊 都准备好了啊 臭死你 这样行了吧 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责任 让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我个人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是吗 对不起 叶总 叶总 今天晚上我们有个聚会 都是咱们世界畅想的老同事们 是任一凡组织的 他叫你也一起去 我知道了 大家别客气啊 多吃点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辛苦了 辛苦了 来来来来来 大家都把酒杯拿过来啊 我哪天不漂亮呀 快点儿 别废话了 故人相见分外眼红 赶紧都来干一杯 来来干一杯 来来来来 干一杯 来干一杯 我不是让你去找叶琳了吗 我跟她说了 但是她没说来 也没说不来 看她样子 应该是不来了吧 我这不来了吗 你们俩 来了 谢谢你 帮我留住这帮兄弟姐妹 今天不准说伤心的话 只准喝酒 来 干杯 干杯 你看 像不像师姐畅想 而且 这里有你的股份 你也投了钱 你过来 我们重新开始 对不起 来 再干一杯 来 再干一杯 你到底还在执着什么 来干杯 好 我再重复一遍 现在都在这里 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干什么呀 我挺失败的 以前 我冲动 任意妄为 我觉得我背后有我爸 有创世纪 我什么都不怕 可是突然之间 什么都没了 我才发现我那么不成熟 我什么都干不了 我没有听你的话 我把所有的钱 都拿去买了创世纪的股份 是 我买了一个 听别人怎么羞辱我的座位 现在 我只剩家里的一套房子 和一辆车 什么都没有 把股票卖了 不要再跟继续 就刚逗了 我不卖 就当是我固执吧 我买了之后就不会再卖 我毕竟花了那么大的心血 再说 它也是创世纪的一部分 就当我要保留 我最后一点骄傲和面子吧 我最后一定骄傲和面子吧 我最后一定骄傲和面子吧 就是帮人一般 你问个没完啊你 干嘛 怎么不好意思啊承认吧 这什么问题啊 我帮公司行了吧 帮公司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么快就走啊 叶总 你们爸爸玩吧 我先走了 叶总 我先走了 叶总 叶总 我先走了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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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谁的梦里 流失的曾经 再回不去 想念我在手掌 安静的手掌 没有你 你看 像不像师弟畅想 而且 这里有你的股份 你也投了钱 你过来 我们重新开始 Zither Harp 作评 critique 早夜一avam雨 踏湿了晴晨 孤单还不远行 睡在梦里 你还推开转 手铃时的青春 一点一滴 忽然想起你 你在哪里 谁的心里 缠绕着回忆 不想忘记 不见的远方 消失的翅膀 飞不到的天堂 你在哪里 谁的梦里 流失的曾经 再回不去 想念我在手掌 在那天晚上 一生 我是喜欢你的 我怕我 越来越喜欢你 我怕我越来越放不下你 所以我求你 求你离我远点 越远越好 好吗 我还要再继续面对 是我们 有我陪着你呢 谁的梦里 流失的曾经 再回不去 想念我在手掌 安静的手掌 没有你 一切都是伤 一切都是伤 喝酒了 喝酒了 你怎么没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去接你呢 我有点儿饿了 家里有吃的吗 那个 赵阿姨 刚刚做了银耳莲子羹 我让她给你重新热一下啊 等等 你说 我还有可能重新开始吗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不能重新开始的 一切都由你决定 对了 小姐 我先过去了 小姐 衣帽间有这个箱子 你看怎么处理啊 放这儿吧 好啊 我去忙你 你看看吧 给我不知在何处的大女儿 你 komt对吧 不是 我可以 谢谢你 我不要 有没有 你 你看 使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跟我过来一下 赵阿姨 小王 你们在我们家 帮忙了这么多年 谢谢 家里现在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也是我弟的心意 你们收下吧 这钱我们不能收 我们可以照顾你呀 赵阿姨 我妈过世得早 我爸爸又忙 我从小 都是你牵着我的手送我上学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现在很多事情 需要自己去面对 相信我吧 我可以的 这些你们收下吧 走了啊 再见 叶小姐 小姐 都在这儿了 一共四百 四百 你还没帮我搬完呢 搬 搬 搬完了 这这这你不信你上车查呀 不是 我是说你们应该给我搬上去 我们这钱不包含给你搬上去的钱 什么意思 你们搬家公司搬东西不搬上楼的吗 不不 有 有协议呀 写得很清楚 你签字的时候没仔细看吗 你再看看 大哥 麻烦您给我帮一下忙 这这么多东西我也搬不了啊 不 不是不帮你 又不是你一家 后面好几家等着呢 我们得赶时间 这样吧 我加钱 这 不不 不行 不行 这不合适 这是四百 我再多给你两百 不 这这这这这多的钱 我们不能要 得按协议办事 你要想让我给你搬上去 你得提前说 你现在来不及了 那个 要不这样 你给你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们帮你办 那个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有 有事打电话 我 我们走了 走 走 走 来 喂 喂 我 走 我们走了 我 走 走 我们好 你 我们好 我去腦子 你 你好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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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作曲 李宗盛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法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初首歌集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给你温暖同时又必须小心的隐藏 我并不是爱的勉强 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默默守护同时又不能多一点奢望 我还剩下多少坚强 才能压护快崩溃的疯狂 当眼泪撕青随风的飘荡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法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初首歌集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